好,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画竹子 把笔擦擦干,不是擦擦干,在边上粘干了 然后这里放一点非常非常浓的墨 在尖尖上放很浓的墨 然后我们这个笔从下往上来推 看啊,杨老师在这里 一下,两下 三下,四下,五下 你看,露出这个缝缝,没关系 反而更好看,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放,画这个竹节 一个上,一个下 这个竹节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画小的竹枝这儿,对吗?树枝,竹子的枝 轻轻轻,很轻 三下,这边也来三下吧 轻轻轻,三下 这边也来,来两下就行了 这块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下 轻轻轻,再来三下 好,杨老师现在开始画竹叶 竹叶怎么画呢? 轻轻地放上笔,然后使劲地往下摁 看啊,摁 一摁就摁出一个大肚子 看到吗? 一摁就摁出一个大肚子 然后再轻轻地抬起来 好不好啊,一、二、三 这样就是一朵竹叶子 就这么一小团 再来三下 一、二、三、四 我们可以画四个 好不好 这边呢,也这样画 看啊 一、二 这两个呀,差不多大 第三个我们画小一点 三,啾啾,小一点 第四个画大一点 四,哦,这么漂亮 这块还可以再画一个 一、二、三 三、四 这样整整齐齐地画几个竹叶子 把这个尖尖啊,接上一点 要不然他就不知道 这个竹叶子从天上飞下来的吗 多奇怪啊 好,这边往上 一样,这个笔啊 轻轻地开始 然后使劲按 然后再提起来 这样就是一个竹子 好看不好看啊 然后你还可以写上你的名字 来,我们写上一个竹报平安 竹 抱 竹字是代表平安 平安 谁画的呀 是海音 杨老师画的 我可以写上我的名字 对吗 然后再改一个章 这样一幅画就画好了 你们喜欢吗 这是一个竹子 好,请你们来继续画 看一个全图 对吗 我可以写上一个竹子 这样一样 我可以写上的竹子